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圣唐集团大厦的故事 足足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才逐渐退去 惊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狗 心满意足的各自离开 就那种感觉呀 好像他们突然之间得到了征兆 所以来到这参加了一场战斗 而现在这场香艳的战斗结束了 也该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了 李高楼睁开眼睛的时候 刚巧看到了阿金的采访报道 这家伙完全没了之前呢 哭哭咧咧的样子 看上去精神饱满 同样小李同学也从他这儿 得到了关于圣唐集团 这场盛大典礼的结果 首先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这也是在李高楼的意料之中 出了人命和没出人命 小李同学修改生死部 所要承受的反噬 那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 唐华灯作为这场事故的中心点 巴拉屁股没了 整个人也是面目全非 最重要的是 随着所有狗的离开 他当时就要从楼上跳起来 要不是被唐大富死死给拦腰抱住 他当场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 那一刻的唐华灯 非常的悲愤和后悔 他觉着自己啊 肯定是前半辈子造孽太多 所以老天爷这么惩罚他 他也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这种事想想就觉着无比可怕 任何时候都要担心一群 不知道是公还是母 是大还是小 是什么品种的狗冲过来 你说如果这些狗冲上来 把自己咬死也就拉倒了 那也倒干脆了 不遭罪了 然而人家并不这么做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他的屁股 不过这场事故最惨的一个人 不是唐华灯 而是康尔曼 这位欧洲名医 整个屁股没了 据说当时啊 他被蹂躏到几乎窒息 张伟和林海涛这些狗腿子的下场 也差不多一样 总之吧 在这场灾难结束之后 圣唐集团很多人都会有事没事就看看自己屁股 只要屁股还在 那就好 阿金采访报道的结束语是 希望广大市民一定要多加注意个人卫生啊 专家分析此次圣唐集团的灾难 发生缘故是某种不知名的传染病毒 下面是已经被传染的名单 这些人已经被全部隔离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 想来自己那四十亿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看了看窗外 天也要黑了 想来明天呢 就是林涵那家饭馆开业的日子 李高楼随即打了个电话 林涵心情挺不错 电话里只说也一切都准备好了 让李高楼别忘了明天早上的开业仪式 这种事小李同学自然不会忘啊 更何况这饭馆里边不少地方 他自己也亲自参与了设计和规划 所以他也的确同样很期待 这个晚上 李高楼这边非常轻松的睡了一觉 而另外一边的唐大富啊 却坐在办公室里边 一直研究着一段监控视频 这段监控视频 发生在白天他和唐花灯下楼之前 也就是康尔曼跟李高楼发生冲突的时候 之所以唐大富会在这个时候研究这段监控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画面之中的李高楼 这个人唐大富明明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有过接触 但是偏偏呢 感觉很熟悉 关于唐花灯的病情 官方专家给出的结论是感染了某种病毒 而康尔曼这些人都是被自己儿子给传染了 用这种说法解释白天的事 看上去很合理 但是唐大富可不这么认为 他能够感觉到今天这事啊 绝对没那么简单 而让他最为疑惑的一点 就是监控画面里这小子 足足把这视频研究了好几十遍 唐大富完全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所有被李高楼询问过名字的人 都出现了跟自己儿子一模一样的状况 包括康尔曼 所以这是个巧合吗 皱着眉 唐大富脑子里闪过诸多疑问 突然间好似闪过一道灵光 他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 很快 电话那头响起了王少龙 也就是王子阳的儿子 王氏九品如金的总裁 唐大富您找我呀 王子阳在这样一个深夜 接到了唐大富的电话 实在是觉得有点惊讶 完全没有跟王少龙多客套 唐大富直接说明来意 啊 我刚刚给你发了一张照片 你看看是否见过这人 王子阳觉得疑惑 不过他立马呀 去看手机上收到那张照片 一看他吓了一跳 这 这不就他们李高楼吗 王少龙私存片刻 这人叫李高楼 是个很可怕的家伙 之前我父亲的葬礼上 他出现过 唐大富整个人的眼神都冷了 自己儿子当时在王子阳的葬礼上 做出了那种鲜棺材板的事情 李高楼就在场 然后今天圣堂大厦发生这样的事 李高楼又在场 并且所有跟他结了仇的人 都出现了跟自己儿子一样的状况 这些事联系在一起 唐大富如果还觉得是个巧合 那他怎么可能混到今天这个地位呢 毫无疑问 唐华灯的病一定跟这家伙有关系 虽然不知道究竟什么关系 但是唐大富心中却已经到了极度愤怒的边缘 电话那头的王少龙等了半天 唐大富也不说话 他忍不住小心翼翼的就问 唐总您找这个人 结果他话刚说一半 唐大富就挂了电话了 随后再不犹豫 唐大富通知李明阳过来见自己 毕竟之前的视频监控画面里 他看得清清楚楚 李高楼是被李明阳带过来的 那再说李明阳这边 接到唐大富要见自己的消息 他下意识就要通知苏三几个人一起跑路 他觉得事情可能出现什么纰漏 唐大富兴许是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 然而最终李明阳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说现在跑路或许已经来不及了 单单只是唐大富在京城所具有的可怕能量 他们想要逃实在是难上下难 因此李明阳硬着头皮赶去跟唐大富见面 李明阳刚刚进了办公室 唐大富立刻指着视频监控画面里的李高楼问 我问你 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啊啊 他 他是一个医生啊 据说可以治好少通家的病 李明阳没想到唐大富会询问这件事 不过作为一名优秀的诈骗犯 短时间他已经想到了该如何解释 语气非常镇定 唐大富眉头一皱 医生 对于这个答案他明显的没想到 反正已经开口编了 李明阳没管太多 索性把李高楼这好似白痴一样的想法直接说出来了 啊 对 他就是一名医生 我们也是碰巧认识 他说只要您给四十亿 他就可以治好少东家的病 他可以猜到 接下来唐大富一定暴跳如雷甚至咆哮 四十个亿啊 那是钱呢 白花花的钱 那个啥啥都有的钱呢 然而李明阳有些懵 唐大富沉默了 这位圣唐集团的老总听到四十个亿 居然非常冷静 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这让李明阳有些慌了 什么情况啊 唐大富难道不觉得李高楼是个傻子吗 正在李明阳心里边琢磨的时候啊 唐大富缓缓抬起头来 很认真地看了李明阳一眼 明天约个时间 我想跟他见一面 谈谈这个事 四十个亿 不是问题 我认为李明阳的老总听到四十个亿 我认为李明阳的老总听到四十个亿